我大概18年前拍的第一部戲 跟一個...一對雙胞胎 然後他們也是第一部戲 但因為小時候在拍的時候 就還滿期待他們長大 是不是會變大帥哥 因為他們小時候都好迷人喔 妳小時候就在期待 對方長大會變帥哥 沒有 長大之後有想過這件事 小時候沒有啦 但是就一直也覺得 這兩個小男生好可愛 妳成長順利嗎 就覺得她想法還滿偏的是不是 就是她為什麼 那為什麼不在成長過程中 好好的跟人家交往 要一直守著那個什麼 小時候認同的時候 沒有 那時候太小了 因為很小你不會... 不會想談戀愛啊 小時候 因為長大之後 因為妳的心情 不是應該去追蹤這兩個雙胞胎 長大變什麼樣子嗎 有想追蹤過 可是後來都沒有什麼看到 他們在螢幕上出現 所以小時候有在幻想說 這兩個妳要選哪一個嗎 有耶 有...他們叫做... 他們叫張宇豪 張宇文 張宇豪跟張宇文 所以妳下手的對象是哪一個 其實因為他們個性 一個文靜 一個活潑 那我有點... 我有想過說 反正他們都長一樣 要是誰沒有女朋友的話 至少我有誰可以選 對喔 妳的背景到底是什麼 妳到底是真的錯的 我覺得妳還太單純了 我覺得妳還太單純了 因為婚姻他們真的長很大 然後都變形了 怎麼辦 變形了 就可以當朋友 妳是說大到六公尺 歪一點 不是 就是有些人長大之後 就沒有當時那個好看的樣子耶 所以我今天很緊張 對 不曉得他們現在的樣子 好囉 好 來 來了嗎 我們看一下到底會是誰 請看 到底是誰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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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胞胎來了 好可憐 好可憐 張宇文 張宇豪 相信大家應該對他們不陌生 小小年紀又出道 就在電視劇 還有電影有亮眼的表現 打動 then 打動後 後刻 好uko ξ金